一颗普通的大白菜 它能变成什么 到了它白亦反手中 会变成亲戚缭绕的灵书 凭借这颗大白菜 人生的第一桶金 就赚了八位数 燕国 刘云成 街道上的行人来来往往 今天的万宝楼 正举行着一场特殊的拍卖 其中 就有五行圣地流传出来的功法 有些人却对此表示猜疑 人族十大圣地出来的宝贝 哪怕是黄阶低级 都够吊打刘云成的舞者了 抢到就是赚到 不过对面看台上的那人 可是刘云成富甲一方的林家公子 谁能抢得过他 林云凯 林家大少爷 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万宝楼的那篮掌柜上前表示 拍卖马上开始 黄街高级功法 班山绝 船自五行圣地 起拍价 三十万金币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一万金币 刚开始 下方的人群就将价格抬到了四十万 大气的林云凯 更是出价三百万 翻了十倍 人群顿时晋升 还是去小孩那桌吧 纳兰掌柜询问 有客观加价吗 原本安静的人群中 一道声音响起 三千万 应该没人要加价吧 路人惊呆了 翻了一百倍 几乎能买下一个刘云成 林云凯的脸 更是凝成了苦瓜 哪里来的臭小子 敢在自己眼皮底下抢东西 纳兰笑脸相迎 若是没有人要加价 那就是这位出价三千万的公子中标 一旁的管家提醒林云凯 这次来的目的 莫要一起用事 一锤定音 双方成交 路人见状 应该没他们的事了 纷纷准备离去 掌柜的却让众人留步 拿出了今天的压轴宝物 登天令 两百万金币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十万 路人们没想到 居然会是传说中的登天令 林云凯来万宝楼的目的 就是为了登天令 若想和城主府的希儿姑娘结亲 必须得搞到手 作为外来人的白亦凡 自然是不知道这个东西 身旁的兄弟告诉他 凡人想尽圣地 十分困难 需年纪二十以下 资质达标 修为达标 且通过入门考核 该令是圣地长老游历时赐下 可以免去种种条件 直接进入圣地修行 白亦凡了然 这么说 相当于免考通行证哦 林云凯一脸得意 乡下来的爆发户 一下挥霍三千万 登天令都不知道 那我就只好收下了 他正打算出价五千万 万字还没说出来 白亦凡直接报价一亿 没想到 真实万万没想到 纳兰看到这条肥鱼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成交了 路人纷纷留下鄙视的眼神 纳兰微笑着 走到白亦凡身旁 问他怎么结账 万保罗不接受欠条和分期哦 白亦凡让他先找个雅间 数目太大 需要准备准备 另一边的林云凯 眉头紧皱 让属下去摸摸底细 房间准备好后 万保罗的人候在了屋外 白亦凡也终于能开始了 他将手上的戒指摘下 缓缓抛入空中 戒指在空中旋转 叮的一声 一道光芒亮起 白亦凡的服装发生的改变 周围的环境也不一样了 没错 他现在拥有穿越两界的能力 那天 他只是在出租屋做饭的时候 不小心割破了手指 血恰好滴在了祖传的古界中 再一转眼 人就穿越到了这大路上 强者飞天遁地 弱者养人鼻息的玄幻世界 更令人神奇的是 手中拿着的大白菜 也变成了高级的领导 就这样 简简单单 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靠的仅仅是一颗大白菜 他是一个送外卖的 喜欢给别人免费配送装备 经过一个月的实验 白亦凡才弄明白了这片大路 旺谷大路分为东川南荒 西海北园 和中州五个主要区域 还有万谷摩坑 仙墓 灵须洞天 几个独立境地 南荒和西海是妖族地盘 魔族盘踞万谷摩坑 东川中州和北园 被人族占领 人妖魔三族砥立 百年来纷争不断 如今也只是表面平静 人族除了普通百姓 还有舞者大行其道 其中又因灵力是否化形 分为肉身秘境和神通秘境 肉身分为七重 神通则是十重 而古戒的机制 也是在不断琢磨中 才有了眉目 只有动植物才能穿梭 其他的不具备穿梭条件 所带的东西 有严格的重量限制 平均下来 200克是极限 相反的 如果将大陆的东西带回地球 就会变成垃圾 还好古戒自带换装功能 省去不少麻烦 刚刚在万宝楼 只顾着体会土豪的快乐了 忘了家里没什么东西了 还得想办法换一些 就在这时 窗外传来了哗啦声 白亦凡寻声望去 顿时有了主意 万宝楼这边 众人等了白亦凡一天 有些不耐烦了 掌柜的让他们在等等 属下认为 白亦凡穿着普通 根本不像有钱人 而且从没在江湖上听过 太可疑了 纳兰皱了皱眉头 显然是认同了这个说法 准备让人进去 结果门一打开 就撞了个满怀 白亦凡温声细语 纳兰掌柜 还没过年呢 可不心形大理 纳兰连忙弹开 问他的金币准备好了吗 敢占老娘便宜 若是今天见不到金币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白亦凡停顿了一会儿 金币的话 准备起来有些麻烦 小弟健壮 果然是骗子 立马准备抄家伙 白亦凡从怀里掏出一株灵草 这个东西 你们或许感兴趣 纳兰惊掉下巴 这可是龙尾草 传说中对伤病治疗有奇效 无伤者福之 亦可延年亦寿 有价无事的灵草 白亦凡继续表示 这个不够的话 还有那些 智商奇效的龙尾草 能让女子熔岩涌住的蓝绫花 千金难寻的无根枝 它居然有一筐 这起码价值两亿斤 而这些 其实是白亦凡在公园里拔的野草 纳兰健壮 准备将那些灵物通通买下 这肥羊可不能放过 不过一颗龙须草 价值四千万金币 万宝格最后道歉白亦凡 纳兰让他看上什么井管挑 白亦凡黑黑一笑 那我不客气了 最后 他背得满满当当 大摇大摆地从万宝格走出 先拿一部分 剩下的一部分 下次再来拿 小弟十分不解 纳兰微微一笑 这叫长远投资 能拿出那么多天才地宝 反而当垃圾一样对待的人 能是什么泛泛之辈 另一边 白亦凡刚走到半路 就碰到了劫匪 白亦凡也不惯着他们 开口就骂 劫匪纵身一跃 一刀劈来 白亦凡使用骨戒的能力 逃回地球 劫匪劫了个空 装备掉落一地 幸好穿梭次数还没用完 不然就凉了 他仔细想了一下 这次有些欠缺考虑 太过张扬 更何况 自己没有自保的能力 虽然他之前也尝试过 但旺谷大陆的功法 绘色难懂 根本无从下手 可是当他打开手里的班山诀 里面的样子 却和旺谷大陆看到的不同了 内容变得非常简单 看来 只要将功法带回来 学起来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那自己这个绝世高手 当定了 搞这么浪漫的英雄救美 作者你不要命了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是作者特殊照顾的石头 一拳出击 岩石被轻松击碎 石头很难过 躺着也中枪 白亦凡很满意 没想到有一天 自己也能表演空手碎大石 通过从地球带过来的食物进行调补 他的身体更加强壮了 刚刚那一拳 足足有两千斤臂力 虽然身体看起来 只有脆体进入门 但实力足以媲美那壮进舞者 这样也算是正式进入了舞者世界了 不过之前曝光了脸 还得继续努力 正畅想着自己的未来 忽然听到一阵救命声 白亦凡赶去 看见一群人被狼群围住了 野狼发出低吼 来了一首 别看我只是一只狼 因为唱得太难听 小女孩摔倒在地 野狼立马向他扑来 然后轰起就是一拳 砸在野狼的身上 小萝莉及时被救下 大灰狼难受 设定是没咬到呢 还白白掉一嘴牙 村民纷纷转过头看去 狼群一声叫喊 似乎被惹怒 白亦凡一脸轻松 正好全部干趴下 狼群狠给面子 白亦凡准备好了 就开始攻击 只见他怒吼一声 一拳轰出 狼群招架不住 全部被先飞 一个个重重摔在地上 战斗分分钟结束 头也不回 就是这么自信 他告诉众人解决完毕 村民一个接着一个夸赞起来 几天后 一处小村庄里 白亦凡化石伐木工 开始了切割工作 修修两下 大树被砍倒 而附近 同样的树木 也一颗颗倒在地上 木若若从一旁走来 给白亦凡递了一杯茶 向他表示感谢 有了这些木材 村子里的新房子 就有着落了 白亦凡觉得没什么 都是小事 想起救人的那天 为首的那人是 沐家村村长的儿子 木铁 因为白亦凡从狼群中 解救了村民 他们准备报答白亦凡 看着白亦凡没去处 于是木铁邀请 他去沐家村 村民们十分热情 白亦凡没多想 就答应了 正好修炼班山绝 经过几天的砍树修炼 他从脆体镜 突破到了断骨镜巅峰 但最近实力增长 似乎没有以前快乐 看来是修炼遇到了瓶颈 内壮镜 顾名思义 修炼五脏六腑 使内脏变得强大 班山绝上说 使用高级妖兽的内脏 对突破有帮助 不过 白亦凡的内心是拒绝的 但为了更强的修为 他还是打算从地球 买些内脏来补补 另一边 木铁大叔准备好了货物 准备出发去集市 看着无所事事的白亦凡 木铁大叔发出了邀请 问他要不要一起去集市看看 白亦凡一愣 他确实可以跟去观察观察 反派往往有着邪恶的面容 或者蔑视一切的高傲 亦或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而主角就不一样了 有外挂 又来到了刘云城 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小贩们络绎不绝地叫卖声 木铁这次来售卖的东西中 就有白亦凡打下的狼皮 木铁在一旁感谢 多亏了他 才能得到这么多上好的狼皮 木若若拉着白亦凡 吵着要让他带自己去买糖葫芦 白亦凡打算等木铁 收拾完再一起去 木铁却让他们早去早回 白亦凡一愣 你就这么放心 把女儿交给一个 才认识几天的男人吗 木若若手拿糖葫芦 两人原路返回 没一会儿 便看到了前方围满的人群 中间还传来求饶声 带白亦凡扒开人群 木若若突然眼神一变 一群侍卫正在殴打木家兄弟 因为是普通村民 只能被迫挨打 木若若十分伤心 哭着就向前冲去 木铁让他不要过来 一名侍卫见状 立马就准备将他踢开 白亦凡这时闪亮登场 咔嚓一声 侍卫的骨头被捏断 向着身后倒去 白亦凡一阵嘲讽 士兵倒在地上破口大骂 吩咐弟兄们一起上 结果白亦凡三下五除二 左一个窝瓜 右一个草包 分分钟结束战斗 刚刚还在口嗨的士兵连忙求饶 站在一旁的光头男 将一切看在了眼里 没想到这么年轻 就到了断骨镜 另一边 白亦凡还在问事情发生的原因 木铁在一旁劝阻 这些是城主府的人 他们惹不起 白亦凡然 看样子事情不简单 木若若询问着二叔的伤势 刚刚的光头男 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是城主府的侍卫统领 周恒 他表示 有个不长眼的东西 冲撞了他家小姐的坐驾 活该被马踩断腿 身后的木铁立刻反驳 明明是马车失控 才撞了严书 然后问都不问 开始打人 木铁继续劝阻 让他别说了 紧接着 他跪在地上 向着轿子中的人道歉 白亦凡眉头紧锁 自古鸣步与观动 怪不得木铁不想招惹 轿子中探出头来 正是城主府的大小姐 蓝星儿 他二话不说 就让周恒把他们的腿砍断 以井笑游 众人没想到 这位大小姐如此歹毒 蓝星儿邪妹一笑 你们失去的 不过是一双腿 而本小姐失去的 可是尤街的好心情 周恒听到命令 立马准备动手 一个大砍刀顺势劈下 白亦凡之身上前 仅凭借一个左手 就将大刀挡下 周恒满脸惊讶 反派气急败坏 发出尖锐爆名声 世界如此美好 你却这样暴躁 这样不好 不好 白亦凡一掌拍出 周恒被这一掌惊到 看似普通 却暗藏玄机 如果没躲开 后果肯定很严重 他猛地向后一退 与白亦凡拉开距离 主角就是主角 随随便便就能吓退敌人 弱弱担心地望向白亦凡 眼泪花花地流 蓝星儿眉头一皱 没想到有臭小子和自己作对 另一边白亦凡攻势迅猛 一拳接着一拳 周恒拿出宝刀抵挡 结果砰的一声 因为宝刀和骨骨不沾边 一拳干碎 预料之外 白亦凡比他想象中还要厉害 宝刀没了 只能用手臂格挡 白亦凡不禁疑惑 周恒贴心地为他解释 手上的铠甲 是成竹的赏子 刀枪不入 可是话还没说完 白亦凡不按套路来 一拳打在了 他肚子上 周恒摔倒在地 年轻人不讲武德 一旁的侍卫 连忙上来查看情况 就连一旁的路人 也拍手称赞 周恒咽下这口老血 他还没受过如此大辱 不服气地爬起 准备再战 血气外放 武技展开 白亦凡一阵狐疑 这是他没见过的招数 瞬息百拳 狂施拳 两人你来我往的过招 周恒亲切地做出解答 乡下来的土包子 武技都不知道 搬血竟出漆 难不成还拿不下一个 断骨镜的小子 可惜周恒高估了自己 更是没能看出 白亦凡的真正水平 又是一拳 时时打在了脸上 看样子 要破相了 没开二度 周恒又摔了回去 小弟一个个上前查看情况 这次是真的被揍惨了 穆家众人看得一愣一愣的 周恒直到晕倒也没明白 连武技都不会 为什么会这么强 若若跑到亦凡身边 问他有没有受伤 白亦凡摇了摇头 看来从地球来的身体 在这个世界 也是神体一般的存在 实力早就超出了 目前境界的数倍 蓝星尔看到自己的部下被打趴 气愤地让人回城主府调兵 势必要将他们都抓起来 没倒地的侍卫纷纷领命 穆铁有些着急 若是官兵来了 他们全村人可没好果子吃 进了地牢 根本不可能完整地出来 就在这时 那蓝柔乘坐马车出现 一声轻蔑的笑声 从轿子中传出 蓝大小姐 真是好大的官威啊 众人纷纷扭头看去 那蓝柔微微一笑 当街马踏平民 草间人命 滥用官权 这燕国难道一主了吗 改成你们蓝家人了不成 高级的视角 往往只需要普通的角度 那蓝柔和蓝星尔隔窗相望 虽然没到仇敌的地步 但也互相不待见 为了防止蓝星尔没听清 那蓝柔把刚刚的话又说了一遍 他也不管蓝星尔的脸色 走到了白亦凡面前 若若刚刚听说 他是万宝楼的掌柜 那可是刘云成最大的商楼 不过亦凡哥哥怎么会认识他 蓝星尔眼见如此 开始嘲讽那蓝柔 认识的是一群刁民 那蓝柔立马回怼 明乃国之本 蓝大小姐身为刘云成大小姐 却整日称呼百姓为刁民 不知道传到王城中 会不会引起非议 蓝星尔一听 你是在威胁我 那蓝柔眼神一瞟 威胁谈不上 但若是今天想带他们走 要过万宝楼这一关 蓝星尔知道 万宝楼是燕国第一伤悔 敌运强大 若是贸然得罪 怕是后患无穷 他吃笑一声 表示今天就算了 获利放他们一次 说完就带着 自己的大部队离开了 穆家人一阵庆幸 总算没事了 那蓝柔带着众人 来到万宝楼 白亦凡向他表示感谢 紧接着 他让人带受伤的穆家人 去查看伤势 穆若若依旧很好奇 为什么大姐姐会救我们 哥哥和那个姐姐 又有什么关系 白亦凡思考了一下 告诉若若 那蓝柔欠他钱 若若想不通 那么有钱的人 怎么会欠他钱 片刻后 那蓝柔找到白亦凡 首先恭喜了他 突破断骨镜 这个年纪的断骨镜 刘云成怕是还没出现过 白亦凡笑着感谢 今天要不是他 自己也带不走那么多人 那蓝柔边倒茶边试探 您能拿出那么多龙尾草 又怎么会深藏香眼 和一群村民在一起 白亦凡拿起茶杯 送了那蓝柔一句话 该知道的 自然会让你知道 这不该知道的 少打听 那蓝柔一呆 被白亦凡的没话说 说起龙尾草 他倒是想起来 那蓝柔还欠他310万斤 也不知道凑齐了没有 那蓝柔尴尬一信 还差一些 为了转移话题 那蓝告诉他 新来了一批货 看重的 可以直接拿走 这让他想起 之前和周恒交手的时候 周恒施展的5G 的确是个非常不错的技能 抬头向上 白亦凡问起了5G 不一会儿 万宝楼最新到的5G 就展示在了面前 黄街低级穿山指 白亦凡没看上 黄街终极飞沙场 太麻烦 他也没看上 那蓝柔依次介绍 可白亦凡一个都没看上 直到剩下的最后一部 影拳 黄街顶级 他们这里最贵的一部5G 白亦凡点了点头 这不看起来比较适合自己 万宝楼大厅 来来往往的人流 若若坐在凳子上 等待着白亦凡 两人从房间走出 那蓝为他介绍着刚刚的5G 见到白亦凡 若若就跑了过去 不知怎么的 他没有在客房休息 当你正准备快快乐乐地下班 这时却来了客人 你的选择是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亲兄妹呢 说着 白亦凡从怀里掏出了一件衣服 准备送给若若 若若看到礼物 满心欢喜 纳蓝微微一笑 这可是白公子的心意 特意送给你的 两人出来的时候 白亦凡看中了这件衣服 上好的严蚕丝制成的火秀流线裙 对女孩子非常好 若若抱着衣服十分高兴 就在这时 一个沐家人急匆匆地冲了过来 告诉几人 二叔的情况不太好 众人来到沐妍这 大夫眉头紧皱 看样子 只有大能出手 或是神药现世 才有一线生机 可惜两者都难啊 白亦凡出现在众人身后 或许 还真有 一家中药店里 小哥伸了的懒腰 终于到点了 今天的破班就上到这里 他正准备去关门 大门啪的一下 被两只手挡住 小哥吓了一跳 另一边 众人都在焦急地等待 随着天渐渐黑了下来 若若也越发担心 就在这时 白亦凡带着药材回来了 大夫看着白亦凡手上的药 满脸震惊 碧雪麒麟花 和地藏百虫草王 还有韵铃七星叶 这些可都是 世间万经难求的灵药 大夫表示没问题 保证药道病除 若若这时注意到了 白亦凡的手 好像受伤了 这个可真是怪自己傻了 用手把住感应门 向着小哥抱药明 然后叮的一声 欢迎光临 手被夹了 回到现代 以为自己依旧是断骨镜 结果悲剧了 三天后 沐妍的腿伤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若若想让他继续休息 可他却坐不住 自己的身体 自己清楚 二叔问到亦凡 若若说他去打猎了 病人需要补充营养 白亦凡这边 正在和巨蛇打斗 身体被巨蛇紧紧缠住 不过他不慌 蓄理一下 引拳出击 轻飘飘的一击 看起来没什么效果 但好戏在后头 巨蛇呆了呆 什么事也没发生 于是再次发起进攻 白亦凡轻轻一笑 时间到 喷的一声 巨蛇炸开 从空中一块块掉下 内脏被白亦凡稳稳接住 目前的修为 内壮进中期 大郎 喝药了 你最爱的猪肝鸡 真压肠腰花舌胆汤 白亦凡在森林逛了几个小时 终于批发完了一筐内脏 黄街顶级5G灰色难懂 想要入门 即便是天才 也要经过三个月苦练 不过回到地球后 那复杂的秘籍 变成了傻瓜式的讲解 现如今 隐犬已经圆满 还突破到了内壮进后期 不过为了突破 狂吃了几天的内脏 那个味道 狗闻了都摇头 一大锅包含心意的浓汤 暖暖的 很贴心 白亦凡想好了 回去之后 要让严淑也补补 尝尝弱弱的心意 收拾完毕 他准备回去前摘点果子 刚弯下身 挤到利剑从身后袭来 他瞬间警觉起来 身形一闪 躲开了利剑 既然已经知晓 就不用再躲躲藏藏 刺客一个个现身 从空中落下 大战一触即发 人数有点多 白亦凡也不慌 这种小伎俩 估计就是成主府的蓝大小姐 刺客很敬业 没有回答 总之就是有人高价 买白亦凡的命 为首的 一人发出讯号 刺客得到命令 同时出击 白亦凡速度很快 躲下一个又一个攻击 顺便还分析了对手的修为 一个内撞后期 两个内撞初期 还有三个断骨进巅峰 不得不说 这买家还真舍得下血本啊 眼看时间差不多 白亦凡不在墨迹 若若该等极了 修炼好的影拳 还不知道效果 正好现在试试 被打到的刺客 宛如身上放起了鞭炮 这完全不是正常的力度 老血从口中吐出 刺客一个个随树叶落下 完事不爽 他给人又来了一拳 眼泪那是哗哗的流 刺客捂着自己的小脸蛋 没想到他会舞技 情报上明明说他是断骨镜 不会任何舞技 对此 白亦凡只能说 这是昨天的情报 今天不一样了 情报可要实时更新啊 刺客清楚 以白亦凡刚刚的出拳力道 完完全全 可以震碎他们的内脏和骨头 但故意没有下杀手 竟有如此精准的力道控制 白亦凡让他老是交代雇主是谁 说了就给他个痛快的 暗杀门可是流云城内 最大的杀手组织 就算死 也不会出卖雇主的消息 白亦凡一阵鄙夷 没想到居然是条铁骨蒸蒸的硬汉 说完 白亦凡问他们 花双倍的价格 买雇主的命 这生意干不干 刺客头一扭 专业的刺客 怎么可能会被收买 可真正见到价格后 他们又改口了 实在是给的太多了 为此 暗杀门保证 刘云城不会再有杀手做他的生意 至于任务 他们会成功后再来复命 白亦凡微微一笑 既然如此 那就尝尝黑吃黑吧 思索了一番 他觉得要多学些武技 还要突破斑血镜才行 城主府的大小姐 准备和主角打个赌 如果他输了 就要跪下来舔自己的鞋子 结果没想到 最后跪在地上的 会是自己 大小姐心情差 出来把钱花 舔狗云凯跟着他 脾气没地撒 舔狗使劲夸 大小姐脾气差 身体气坏喜事他 消消气把 珍宝哥的金不瑶 最配星尔了 得到礼物了 气消了 没过三步 看到仇人 气又上来了 怎么会是他 不是死了吗 疑惑震惊 脾气爆发 左翼勾拳 右翼手机 舔狗趴下了 舔狗疑惑 哭得难过 大价钱的杀手 难道失败了 蓝星尔不再指望他 准备亲自出马 万宝楼的大厅 熙熙攘攘的人群 白亦凡找到那蓝柔 准备再买些5G 那蓝柔有些疑惑 白亦凡让他别管 自己现在除了钱 一无所有 那蓝柔拿出 正准备上架的漂蓄布 黄街高级 应该符合他的要求 白亦凡告诉他 以后得到的5G 不用拍卖了 他全要了 星尔出场 闪亮全场 乡下来的穷鬼 马上就让你后悔 他告诉那蓝柔 白亦凡要的 他都要了 并且愿意出三倍的价格 那蓝柔微笑着表示 万宝楼做生意 规矩向来都是价高佐格 心耳自大 放出狂话 他今天要是付得起 我今天从万宝楼爬出去 白亦凡坏笑 老妹你上道 蓝星尔表示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 不过 若是你付不起 就得跪下填本小姐的鞋子 白亦凡了然 那么结账吧 不知道后面是什么好戏 就在这时 路人看出了 白亦凡手中的祥云令 万宝楼专门给 特殊顾客专设的令牌 代表着地位的至高无上 其他商会 若是有入眼的宝物 持有者便可发动祥云令 不参与竞拍 直接收入囊中 而且 祥云令可以在万宝楼 无限赦账 整个流云城 有此物的 不足五人 没想到这个年轻人 如此有本事 真实情况就是 几天前 那蓝柔哭着求白亦凡 将治疗严书的药 卖一些给他们 可是 那蓝柔还欠着他钱 于是 拿了祥云令交换 最终 祥云令被白亦凡收入囊中 蓝星尔一脸惊 此物连他爹都没有 白亦凡呵呵一笑 蓝小姐出价三倍 那不知三十倍 三百倍 三千倍 出得起吗 大小姐若是拿不出更高价格 就可以开始爬了 蓝星尔定在原地 面容惊恐 舔狗入宝楼 把星尔找 路人明路指 被见掌星宝 万万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蓝星尔泪如雨下 可恶至极 他从来没受过如此屈辱 白亦凡在一旁好心提醒 自己可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我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便说 便将他头上的金布窑取下 若你再敢犯我 犹如此物 整个金布窑被捏得粉碎 从蓝星尔面前散落 生活不易 帅哥卖艺 好戏看完 的确很过瘾 说完 白亦凡转身离开 留下坐在地上的蓝星尔 林云凯在这时扒开人群 冲了过来 来到蓝星尔身旁 将他扶起 满脸担忧地看着他 蓝星尔声音一变 说他改变了主意 不用林云凯做掉他了 而是要他生不如死 林云凯这时才见到白亦凡的正脸 蓝星尔继续告诉他 自己是怎么被白亦凡羞辱的 如果做不到 那婚事就算了 林云凯这才想起来 一个月前 拿走班山绝和登天令的人 就是他 蓝星尔听完一惊 他知道蓝星尔想进入圣地修行 所以准备拍下登天令 结果被白亦凡劫胡 之前也派过人跟踪 但却被躲开了 自此下落全无 蓝星尔觉得 他的身份应该不普通 应该要将此事告诉他爹 另一边 白亦凡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 新买的飘续布也了解完毕 虽然原本很复杂 但经过地球转变 一夜掌握不是梦 影拳加上飘续布 就算碰到班写进巅峰 说不定也能斗一斗 思考完毕 准备下楼采购一番 回去接着修炼 刚打开门 就看到房东郭扰站在面前 来催房租了 白亦凡一阵尴尬 之前忙着修炼 忘记了今天是交租日 郭扰脸一横 这次可糊弄不过去 说好的月底结清 白亦凡连忙求饶 给了一部分 留了两百 表示下个月一定补齐 郭扰不以为意 端盘子也能有三四千 怎么连房租都付不起 白亦凡尬笑了笑 白天忙着修炼 只有晚上才能赚点钱 结果郭扰又把钱还给了他 两百块可活不下去 下个月一定补齐啊 没想到郭姐人还挺好的 没办法 白亦凡开着小店驴 送起了外卖 一世界不愁吃喝 一回地球就打回原形 富贵险中 球也不知道行不行 就在这时 电话响起 来电人是他爸 没说几句 白亦凡就变了脸色 医院里 他爸坐在床边 肇事司机抓到了 可是因为酒驾 没有保险 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亲戚朋友借了个便 只能醒过来 白亦凡让他别担心 剩下的 他来想办法 说完 人就离开了 英雄救美 会有回报 少年 你是想要这把金斧头 还是这把银斧头 还是这把破破烂烂的铁斧头 离开医院 白亦凡准备继续去送外卖 心情不免低落 可是也没什么办法 正走着 突然听到了附近的吵闹声 一群绑匪 似乎正在绑架一个女孩 两个黑衣服的保镖 被撂倒在地 男子出口威胁 若是不想挨打 就老老实实跟他们走 主角登场 化身刺客 来了拨偷袭 一个绑匪瞬间被踢倒在地 妹子有些猛 回头瞧了瞧 正义的白亦凡告诉他们 欺负女孩子是不对低 一脚再次撂倒一个小趴才 绑匪投足健壮 让兄弟们一起上 好不容易将保镖解决完 怎么又来了一个 可是速度太慢 一下就躲了过去 紧接着一掌拍出 和之前预想的一样 他在一世界修炼的等级 虽然没有彻底的对等转换过来 但通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他的身体早已形成了肌肉记忆 无论是敏捷度 还是抗击打能力 相较于之前 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对付这些人 绰绰有余 就这么一会儿 小弟全被打倒 剩下的一个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训练有素的兄弟 居然在不到三分钟内 全被撂倒了 而就在下一秒 在他没察觉的时候 白亦凡已然接近 砰的一声 被撞到墙上 失去抵抗能力 简直就是以卵机时 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 妹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还没反应过来 白亦凡看他好像没受伤 交代了几句 让他赶快回家去 转身去捡地上的外卖服 妹子走到他身旁 向着他道谢 问他能送自己回去吗 白亦凡想着自己的外卖 表示如果害怕的话 可以帮忙报警 妹子呆呆地望着他 送我回去 给你一百万 白亦凡啪的一下 将外卖服丢在地上 还有这好事 那就欣然接受了 之后 妹子带着白亦凡来到了唐家 他让白亦凡先等等 自己去报个平安 还没走几步 就听到了里面的训斥声 大妹子气愤地告诉保镖们 要是荣荣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们全部原地自杀吧 保镖们跪在大榴帘上 表示一定会将二小姐带回 刚说完 他就听到有人叫他 妹妹泪眼汪汪地看着姐姐 一把将她抱住 表示自己再也不乱跑了 白亦凡很欣慰 默默站在一旁